第二關,選擇長歐冠的球 阿滋士和黃馬,又是選擇這個低碎 我選擇這個低碎二串日陽球那關 原因是不告訴大家,這是我絕招來的 一見到這兩個盤,就知道穩贏了 黃馬,阿滋士,黃馬表面上好像贏得比較前一點 但其實這場步絕對是鬼本來的 大家以為他讓得少,鬼鬼的,馬雅即時,怎知道 其實都是開回黃馬 有很多事情,你以為他欺負你 其實根本就不是他欺負你 他反欺負你,這句話不是很圓嗎 所以大家生活上有時的事情就是這樣 有些朋友對你好好,你覺得他在害你 有些擺明對你不好的朋友 擺明對你不好的人,他真的在害你 這句話真的很圓妙 所以好像在星期二一個這麼風和入麗的 下黃昏,一下黃昏的時候就特別感嘆 總括而言,星期三的賽事 第一場勝這天,陽球主勝 星期三,第九場,雅之士對黃金馬德尼 兩場都低於1.7倍的陽球 選擇2.1,不用說話 馬會一招不到 大家自己打算一下計數機 1.6,1.68 繼續買兩塊水,明天有早餐吃 不用多謝我 如果贏錢的話,記得多多捐錢給毛國界醫生、紅十字會等等 我們明天再見,拜拜